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聊望 我是郭重伦 欧盟的高峰会才刚刚宣布 准备把英国脱欧的期限 从现在的4月12号 也就是星期五 展延到10月31号 这个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淡江大学公共行政系的 黄称宇教授跟我们来解释 黄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我们先谈这个欧盟 高峰会的这次决定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 这几个礼拜以来的发展 现在美一已经不断地 在国会里面提出 关于他跟欧盟谈的这个协议 提出表决 已经表决了三次 那当然每一次的票数 是越来越接近了 不过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 现在大家都在谈 就是有没有可能 美一没有办法再撑下去 我记得经济学人有一个标题 他是Brixit after May 就是五月以后要怎么办 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美一之后的脱欧的一个情况 你怎么看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 是 其实事实上美一在 这个英国和欧盟在去年年底 达成这个脱欧协议之后 其实这个美一就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脱欧协议 在英国的国会通过 但是非常不幸的 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 其实这个脱欧协议 事实上他遭到了三次的挫败 那在目前呢 其实这个英国中央政府 美一已经向欧盟获得了这个延长 所以目前他在时间上的这个急迫性 都压力稍稍比较缓解 所以目前时间是压到这个10月31 那大概有半年的期间 那这半年期间呢 其实美一目前他首的任务 就是他希望把这个英国和欧盟 费时两年多谈完的这个脱欧协议 在第四次的向这个下议院扣冠 那这个究竟会不会过 其实会影响这个未来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所以目前呢 其实目前这个美一政府 他是希望这个 因为在下议院 目前保守党是没有过半席次 那所以这个议案如果要过关的话 其实势必必须要争取更多的盟友 所以目前美一他是在过去几天 他其实已经开始和这个英国的 反对党 保守党的党魁科兵 开始进行这个协商 那希望就这个双方 这两党就脱欧事务非常严重的分歧 看是不是能够取得一些共识 然后把这个共识呢 放在第四次的这个脱欧协议的表决上 那他希望如果顺利的话 那这样或许这个他费时两年多 和欧盟这个积极协商的这个脱欧的协议能够过关 所以目前这个美一目前他的下一步 这个比较有可能是他会再就这个脱欧协议 在下议院做第四次的这个表决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个假设呢英国的保守党 就是美一和这个科兵他们就这个脱欧的争议 如果没有办法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共识的话 就像前几天其实他们也花了几天时间 本来在4月12号之前双方还很乐观 会希望说在谈判会有些突破 可以达成一些协议 可是后来发现好像非常的困难 那不过就像刚刚提到这个 目前的脱欧时间已经连展了 所以就目前的下一步呢 可能就要看这个科兵和美一 是不是能达成协议 那但是如果假设双方就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 那这个如果假设这个第四次的这个脱欧协议 有没有办法在下面通过的话 那接下来下一步 我觉得会这个出现一种这个英国政治上的 特别是这个保守党的重要的一些政治上的转变 那有可能会 是不是美一他会提前这个国会大选 然后或是他自己主动下台 因为保守党党内的这个政治压力 那有可能会换一些 有可能会出现新的领导人 那之后会左右英国脱欧的未来的这个重要的发展 这些都是可能啊 我在想就是说 其实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 按理来讲 现在的混乱的局面 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如果是我是一个在下议院占多数的政党的话 按理来讲 这个多数能够让我在下议院里面通过重大的法案 否则就是按照定义来讲 你就不可能继续的统治下去了嘛 但是现在因为我的内部 就是保守党内部 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所以才导致我必须要跨过这个 到另外一边跟我的反对党来谈这个事情 那反对党当然 他的目的一定是别有局心的 他不会这么容易就是我要是支持你执政党的政策 那我反对党的角色在哪里 而且我这样支持你执政党不是让你的统治能够继续延期吗 所以原来柯冰的想法是 我不跟你谈 我要就是要重新大选 这是他的最后目的 现在柯冰为什么会想要跟梅伊来妥协呢 我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 似乎是违反常理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的确是 因为其实上在这个20世以来 这有关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 其实这个长期以来 其实英国都是所谓的单一政党主政为常态 那只有比较少数是出现这种联合政府 比方说像这个二四大战的期间 那还包括比较近的一次是 2010年的英国的联合政府 那大部分都是这个单一政党主政 那也因为英国选举制的关系 其实会容易造成这个政党 就是这个可能下一次就会轮到它主政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 其实这个少数政党 其实在英国政治上来讲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这一次呢 这个保守党居然和对手工党 进行这种政策的会谈 那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 这个时间的压力 因为其实上在329之后 那这个欧盟给了一个新的这个期限 就是4月12号 那假设这个万一 这个英国内部如果没有这种脱欧的共识的话 那会面临这种无协议的脱欧 那所以很多人说 其实目前这一次的双方 这个保守党和工党的会谈 其实也凸显出 其实英国现在真的是面临 这个国家的危机存亡之求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历史课 那所以让这个梅伊才愿意 然后和这个保守党进行谈判 不过就像您刚刚讲的 其实这次谈判今天引起很多的正义 那特别是就保守党部分而言 很多保守党籍的议员 他们会认为 为什么这个政策的主导权 其实是在保守党上 那为什么会跟这个在野党这个谈判 那会不会造成这个政府的决策权 是旁落在这个保守 这个在野党身上 那就引起很大的批评 那包括保守党 在公党内部也是一样 就包括保守党和公党 其实他们在政治议事 所谓的左和右 右和左和其实事实上是禁位分明 那所以很多人说这次的会谈 其实它背后是有很巨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这个会出现 就即使两党出现了这种 对脱欧的共识的这个形成 可是他们是以两党内部 这个脱欧派或以欧派的分裂为代价 那所以是做某种程度来讲 其实是就非常巨大的损失 那所以就话说回来 就是目前其实工党 还有包括保守党 其实目前他们的谈判 其实事实上还是在继续进行中 因为虽然刚刚提到说 其实欧盟给予英国 比较弹性的宽限时间 要到十月底 可是事实上这六年 其实对英国内部 是不是能够形成共识 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紧迫的时间 那特别是我们看到 过去的两年半 其实这个英国和欧盟之间 其实还没有就这个经贸关系 进行一些西部协商 那光是就一些 包括像北爱边境 或双方桥民 或是分手费议题 其实是吵得不可开修 那所以这个时间上 我觉得它的时间 是压力非常紧迫 那所以也凸显出 这一次这个保守党工党 他们会谈的这个必要性 那不过在保守党工党 会谈的这个过程中 也凸显出 其实双方之间 他们对怎么样脱欧 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分歧 那其实在一开始 英国中央政府启动脱欧之后 其实事实上 保守党和工党 其实他们的政策 有部分是非常想象的 是他们都反对 英国蓄留关税联盟 也反对二次公投 然后但是在这个 最近几年就发现 英国民众发现 好像脱欧非常困难 所以造成说 好像软脱欧的 这个支持越来越大 所以造成这个英国工党 这个政策出现 180的转变 从早期是反对 二次公投 现在在前几个月 这个英国的 这个工党的领袖 革命 其实他是 这个愿意考虑 二次公投的选项 那不过目前在 这个保守党方面 其实事实上 他们还是反对的 那所以就凸显出 这两档之间 其实他们在 这个政策上 其实真的有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歧 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就是工党内部 跟保守党内部 是分裂的 那我们看到 在过去这段时间 曾经有两次 就是说我们来试试看 不要在任何党纪的约束之下 我们自己投一下 就是说 当然美一说 你投出来的结果 我未必要实施 但是大家就试着投一下 这个是叫做 所谓指示性投票 出来的结果 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 但出来结果 有两个是最接近 差一点就过了半数 一个是关税同盟 就像你刚刚说的 原来保守党跟工党都反对 现在看起来 他接近多数的机会最大 只差三票就过了多数 另外一个 是二次公投的可能性 二次公投 这一次只差了12票 就过了多数 所以各种不同的方案里面 现在反而这两个案子 是最有可能 能在下议院里面 得到多数的通过的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难道柯彬跟美一 不认真地考虑 这两个可能性吗 虽然他们不喜欢这个 但是这是两个最有可能 获得多数的通过的一个可能性 不是吗 的确 其实前几个月的 这两次的指示性投票 其实对这个英国中央政府 有关脱针的 其实造成很大的一个转变 因为长期来 我们记得在2017年 这个英国中央政府 启动脱针之后 其实美政府就表示的非常明白 就是英国是反对 叙留关税联盟 也反对二次公投 那特别是他认为 二次公投其实会 这个伤害这个民主的价值 这是他的看法 那不过目前看起来就是 就刚提到说 这个两次指示性公投的结果发现 大部分的下院议员 其实他们是比较支持 所谓的关税同盟 还包括二次公投 那所以如果这个假设之后 美伊还有包括柯冰 他们在两党之间协商之后 如果他们这两党都同意 这个对这个关税同盟 还有二次公投 如果让步的话 那或许下一步 就是他们可能会把这两个选项 有可能会把他两个选项 或者两个选项 之中其中一个选项 放入第四次的 这个脱协的表决的议案里面 然后做一个弹数 做一个修正 那的确就会对脱协 会进行很大的一个转变 那有可能会可以在下院 进行第四次的投票 那不过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 话说回来 就是究竟为 这个工党 还有包括保守党 他们会不会 打成这样的协议 我觉得这后面 还是有很大一个问号 那特别是就这个 关税同盟来说 其实这个保守党 其实他们长期来 他们都是希望 英国要脱离欧盟 是要脱离这个关税联盟 但是还蓄留关税联盟的话 那其实对很多保守党内 特别是这种 硬托派的支持者 其实他们是很难想象的 特别是如果英国 是蓄留关税联盟的话 其实事实上 这个只有货物的部分 是免关税 但是包括像服务业 其实是没有办法 继续像现在享有 这种单一市场的好处 那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个情况 就是英国虽然是 蓄留关税联盟 但是英国的服务业不包括 但是英国的服务业 是占英国经济的比重 在这个八成左右 那所以是对英国经济发展 其实是不利的 那也会引发这个保守党 还有工党党内 这种流派势力的反弹 那还有就是 假设英国继续 蓄留关税联盟的话 其实事实上 这个英国还必须要尊重 欧盟有关货物的 就包括技术标准 或是这个法规的限制 那这又回到 这个之前英国脱的一个主题 就是他们要拿回主权 那这个假设英国 蓄留关税联盟的话 那会造成 让英国的比方说 货品的这个法规 其实必须要继续听命欧盟 而且甚至你是没有决策权 那还有包括在 如果蓄留关税联盟的话 其实英国不能够 就这个货物的部分 和其他的国家 这个开启这种自由贸易的协定 那这也是对英国来说 特别是这种硬托派来说 支持者来说 其实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地方 那所以关税联盟的部分 我觉得如果真的把它 放到托洛协议里面 那之后会引发 什么样的这个反弹 或是这个效应 或是说再让英国下院议员 就职议题 如果再仔细思考 我觉得或许也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选择 那包括二次公投也是一样 就是其实事实上 目前这个美一 其实他是非常反对 二次公投 那还有包括 二次公投的这个选项的问题 就是他要 是不是要把美一的 这个协议放到这个选项进去 那其实又会变成很大的争议 因为二次公投现在可能呈现的方法有很多 也有可能说我们做一次二次公投 看看要不要我们继续脱欧下去 还是说这个在整个协议完成以后 再由一次公投来来决定 是不是要这样子做 还是反对这样做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个工党跟保守党 他们在14号的时候联手 把这个二次公投的提案给否决了 我们看到英国社会里面 在下一个周末 有非常多人出来示威抗议 据说这个街头有上百万人在游行 那这样子的呼声 难道这个在下议院里面 大家完全无视吗 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抗议的这个声势 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讲 这是直接民主 事实上已经冲击到 目前待遇是民主 它的整个的运作了 你觉得二次公投 只要时间拖得越久 它会不会就变成它的正当性会越高呢 是 其实事实上这也是英国民众 其实在2006年 这个脱欧共投之后 不断想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这个结果好像 因为比数非常悬殊 所以造成就很多人很希望 是不是再投一次 那特别是对流派而言 那不过目前的这个发展 是就刚刚提到说 其实美伊政府其实他很担心 如果再继续进行二次公投的话 可能会一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那不管是最后是脱欧或是流派 那一样如果假设彼此之间 这个势力互为伯仲的话 那一样会出现这个社会 对这意义是非常的分裂 没有错 因为二次公投如果投入这个结果 是反过来的话 其实现在民调也大概就是 三四之间的差别 是不是我们需要第三次来确认 这个就变成非常复杂了 对 而且特别是我觉得 就是二次公投的这个 您刚刚提到说 其实包括最近一阵子 其实英国在街头上有很多的游行 然后他们就不断地表达 是人民希望这个二次公投互胜 那所以这就会出现一个矛盾地方 那这个矛盾在英国脱欧过程中 其实变得越来越尖锐 就是究竟英国的民主 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究竟是代言民主为主呢 还是直接民主为主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同时这次英国脱欧 我觉得它就凸显出 这两者之间这个界限 那不过目前呢 其实就像刚刚您说的 其实非常有趣 其实过去几个月 其实英国的下院 已经三次了否决 二次公投的可能性 包括两次指示性投票 和一次的下院的提案 那意思是说 这个人民选出来的议员 他们否决了 给人民再次选择权利 那这个会出现 就包括英国现在朝野 不断思考问题 究竟议会比较大 还是人民比较大 不过我觉得 就这个英国民主宪政的发展来看 其实英国它是一个 这个代言民主的国家 那这一次英国脱欧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 其实事实上 包括像之前这个美意想要绕过 运用这个皇室特权 就是绕过英国议会进行脱欧 然后后来呢 被这个最高法院挡下来 那还包括之前 这个英国下院议长 他引用这个好几百年 之前的一个法案 这个一个规则 然后阻止第二次的 这个脱协进行表决 那也凸显出 其实事实上 这个英国这个民主国家 其实事实上 它是以这个代言民主为主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英国的民主的主战场 其实是在议会 而不是在街头 那就是我相信 这一次英国脱欧可以让 英国人民去思考 这一个重新 就是思考一下 他们这国家的 现任秩序的重心之所在 就是目前他们还是 这个代言民主国家 所有决定 必须通过英国的议会来表决 那英国的议会 其实不仅是包括下议员 还有包括上议员 还有包括英国的君主 那这个框架下 才是英国这个宪政秩序的核心 那这让我想到之前 18世纪一位法国思想家 卢梭 曾经在这个社会系列论 写到一段话 说这个英国人民 他们以为他们自由 可是实际上他们大错特错 因为英国人民 他们只有在选举 国会议员的时候自由 但他们选完之后 他们就被奴役了 所以凸显出其实英国的 这个民主是个代言民主国家 那目前的民主游戏规则 是它的决定权 是放在议会 然后放在由议会选举 产生出来的政府身上 那我觉得这目前 这是英国宪政的架构 那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我觉得英国 特别在脱欧 这个大县逼近之际 这个英国脱欧 感觉好像一个失速列车 可是我觉得非常可贵的是 这个英国的宪政 还是在它轨道之上 我们下一段 我们就来谈 这一次欧盟高峰会 最后做这个延长 脱欧期限的这个决定 就是因为当时 我们前面谈的是 英国本身的发展 但是这脱欧其实有两面 另外一面 就是关于欧盟 现在目前怎么看 英国的脱欧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谈